一般我们讲中信电商 指标性一定是阿里巴巴京东 那么社交电商讲的 其实是腾讯的微信 那么大家会觉得说 阿里巴巴京东 然后腾讯 是完全不相干的平台 但是对于做商业运营 商业组对于品牌 产品品牌来说 他们要做的其实是跨平台 就像我们刚才前中讲 我要做跨平台的整合 因为我要留住客户 我不能让这个客户 跟我只是一个买卖关系 我更希望能够跟客户 做一个深度的连接 以及针对这个客户 在地的一个特殊环境的需要 对他做更多的服务 那其中我就举一个台湾的例子 这是因为我们在大陆 我讲大陆的案例 大家会不懂 所以我们来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一个状态来讲 我们的消费习惯 便利商店是我们的采买生活所需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 那台湾大家最熟知的就是小七 还有全家 但是很好玩的是 我想可能很多有些朋友有在操作了 就是最近可能去全家 像我自己最近刚搬了一个新的社区 然后去全家买咖啡的时候 就发现咖啡杯上有一个QR Code 原来是各个全家的小店的店长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扫描QR Code 加入他的Line的团购 就是用Line来做团购 如果今天小七或者是全家 他们都是所谓大陆的中心电商 就是大电商的平台 但是这些平台 他们现在也关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商家都注意到 第二个商店的存在 就是线上 而线上就是利用社交的模式 利用Line这个电商的 Line这个所谓的社群的方式 来操作社区的购买 所以呢 哪怕是一个这么庞大的原本的实体商店 那么我们台湾其实 我其实也在开玩笑说 其实大陆在这种所谓的 线上线下线下线上的整合 已经是行之有年了 这三五年来他们跑得非常的快 包括社交电商的整体的融合 包括我们刚才看一本书 可以运营成一个第二商店的做法 线上商店的做法 其实在大陆玩的已经是风风火火 那么台湾在这一两年 它才开始议会 或者是说脑筋才开始看到说 对既然有Line 那为什么Line它不能成为我的第二商店呢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行业 你不是小七 你不是全家 那么可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去思考 你有没有可能在你原本的旧的传统产业上 去整合出一个新的第二商店的概念 你原本有实体的商店 但实际上你要思考 尤其在这个新冠肺炎下 大家也都看到云端的电商的生意 它就是一个开始被关注需求的部分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 不管你现在处于哪一种状态 在做哪一种生意 其实都要开始思考 线上的流量 是不是有可能再帮你创造出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商业可能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中心电商跟社交电商 就是刚才我们前头讲的中心电商和社交电商 在整体跨平台 整体的私域流量上 在中国他们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纯熟 那么台湾最近开始有人 我们看到就是不论是小七或全家 那全家可能玩得比较快 就开始都有在运营所谓的line的社交电商 他们是实体的 他们也做线上 线上的也做社交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这就是我那时候在这个社群看到 我现在每一天都偶尔会去关注一下 我被团购了 被店主 被我们的楼下的全家的老板 然后推广了哪些产品 哪些产品是我有兴趣的 就是他们最近在line的群组里头卖的产品 我们那个小小的社区有一个全家 全家的老板其实有了227个人 每天都有商品可以卖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生意再扩展 那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 就是现在被关注的焦点就叫众草 短视频跟直播 这三块其实是现在流量的一个 增量的一个进入的入口 那么众草这个概念 其实在中国更多的时候指的 像之前最有名的大陆的众草平台 叫小红书 所谓的众草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类似以前我们的部落格的写手 那他可能会对某一个专业的领域 特别感兴趣 特别有知识能量 特别有想法 所以他会用文笔图文 影片来对某一些专业知识 或者是生活领域做分享 比如说他可能很会炒菜 那或者是他可能是山西产品的达人 那女生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化妆的达人 等等等 那他们其实就会透过这些所谓的 大陆称这些达人就叫KOL 那透过这些达人 透过这些KOL 他们会在其他的 不是所谓的电商平台 而是可以种草的平台 比如说像小红书 像我们台湾习惯的 称的匹克邦的部落格等等等 然后来做知识资讯的分享 或者甚至是用FB等等等 去写这样的文章 或者是做这样的资讯分享 而分享的本身的后面 都在还是要达成所谓的 买卖的销售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他先做知识资讯的分享 然后最后再达成买卖的一个销售行为 在大陆种草的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品牌电商都会努力去操作的 因为他必须要让他的产品被看见 而不是只是挂在电商上放在货架上就结束了 更多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广告做营销 可是广告营销这件事情在现在不是说你有钱就动得来 因为你有钱你可能只是砸钱去烧那些广告 可是不见得那些广告会帮你吸引来更多的流量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也会去跟KOL做整合 然后在小红书在不同的 小红书是种草的平台之一 那中国种草的平台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多的人就会找KOL来种草 然后现在也会找网红来做直播 那昨天我甚至晚上还看到就是台湾其实现在也有朋友 很大胆也要很我觉得很棒也很勇敢 就已经在用大陆的直播平台卖台湾的产品 那因为直播现在是一个流量的所在 所以呢还是要回到基本面 工具可以知道 然后并且在一个所谓有流量的机会点上 赶紧的去大胆运用尝试 可是呢同时还是要回到一个基本面 就是说既有好的工具跟平台跟流量 的同时回到生意的思维 你必须掌握到你有好的商品 然后好的品牌策略 好的价格策略 然后来推展你自己的市场 这些都是在做电商时 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你可能缺了某一个环节 你某种程度在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市场动不起来 然后销售动不起来 你就会开始在某一些地方踢到铁板 这是在电商操作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一样还是一样就是这些东西 它都不是只是在介绍大陆的电商 更多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思维 这个思维是只要你要做电商 你就必须掌握灵活掌握这些核心的环节 而不是只是掌握大陆的电商的平台或工具而已